我那时候没有选择在最前线 只选择在后面做理论研究 包括翻译 比如说烈火墨西这个中文字是我翻译的 那时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青年 对解构马哈迪文化霸权的一种 与运动的一种形式 一路走来 今天科技革命是越来越进步 但是也看到当时的理想主义者 今天也慢慢通过选举进入体制 成为了职业政客 那我很庆幸自己还能保持一点点影响主义 我离开权力越来越远 那没有考虑当官 那么讲话还能够成所远 那今天在网络上虽然被主流媒体打压 我还能够成为网红 我也希望未来可能还有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还能够继续发现我超的影响力 来使到马来西亚更多年轻人 订阅力这么快就对推翻国阵 用合法手段推翻国阵 感到气馁 加油 还有半年可能我们可以创造一个 律师的一个新局 而在过程当中 女士们不喜欢当年被批判的对象 马哈队 今天成为我们要善良的对象 期待马哈队最后那几年 能够做一点对马来西亚民族化 友谊的事情 我相信他也懂得怎样珍惜自己最后的律师公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够做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